却说袁绍御斩玄德 玄德从容禁约 民宫只听一面之词 而觉向日之请耶 被自徐州失散 二帝云长 为之存否 天下同貌这不少 其赤面长须之人 极为官谋言 民宫何不察知 袁绍是个没主张的人 闻玄德之言 则举授约 物听辱言 险杀好人 虽仍请玄德上杖座 一报严良之仇 仗下一人应声而禁约 严良与我如兄弟 经被曹贼所杀 我安得不屑其恨 玄德是其人 身长八尺 面如谢志 奈何被名将闻仇言 袁绍大写约 非辱不能报严良之仇 无与十万军兵 便渡黄河 追杀曹贼 举授约 不可 今一流屯严金 分兵官渡 乃为上策 若轻举渡河 社会有变 重劫不能怀疑 少怒曰 皆是如等迟缓军心 千言日月 有防大事 其不闻兵贵神速乎 举授初探曰 上迎其至 下物其功 悠悠黄河 无其技乎 虽脱及不出异事 玄德曰 被蒙大恩 无可报效 异欲与文将军同行 一者报名功之德 二者就太云长的实信 少袭 换文丑与玄德 统领前部 文丑曰 刘玄德屡败之将 于军不立 既主公要他去时 某分三万军 交他为后部 于是文丑自领 七万军先行 令玄德 引三万军随后 且说曹操见云长 斩了炎梁 备家亲敬 表租朝廷 封云长为汉寿亭后 助引送关公 呼报 袁绍又使大将 文丑渡黄河 一句严金之上 曹乃先使人 以喜居民于西河 然后自领兵迎之 传下将令 以后军为前军 以前军为后军 粮草先行 军兵在后 吕乾曰 粮草在先 军兵在后 合一眼 曹曰 粮草在后 都被挑炼 故令在前 曹曰 躺欲敌军截去 如之奈何 曹曰 且待敌军到时 却又理会 前心一味决 曹令梁氏自重 言和欠至严金 曹在后军 听得前军发喊 急交人看时 报说 河北大将文丑兵治 我军揭起两草 四散奔走 后军又远 将如之河 曹一边指南赴约 此刻暂毕 人马急奔屠夫 曹令军事 揭解一谢家少些 尽放骑马 文丑军掩制 众将曰 贼致已 可棘手马匹 退回白马 巡游极止之曰 此证可以二敌 何故反退 曹吉以目视 巡游而笑 有之其意 不复言 文丑军 既得粮草车账 又来抢马 军事不一队伍 自相杂乱 曹操却令军将 一起下土复击之 文丑军大乱 曹兵围过将来 文丑挺身独占 军事自相践踏 文丑止额不住 指得拨马回走 曹在土腹上指约 文丑为何被名将 谁可擒之 张辽 徐晃飞马骑出 大叫文丑修走 文丑回头剑二将赶上 随按住铁枪 拈弓搭剑 正设张辽 徐晃大叫 贼将修放剑 张辽低头几躲 一剑射中头盔 将赞英射去 辽奋离再赶 坐下战马 又被文丑一剑射中面颊 那马跪到前提 张辽落地 文丑回马赴来 徐晃吉伦大斧 劫住厮杀 只见文丑后面 军马骑到 晃料敌不过 拨马而回 文丑沿河赶来 呼见十余骑马 骑号偏翻 一将当头提到飞马而来 乃观云长野 大鹤 贼将修走 与文丑交战 战不三合 文丑心切 拨马绕河而走 关公马快 赶上文丑 恼乎一刀 将文丑斩下马来 曹操在土腹上 见关公砍了文丑 大驱人马掩杀 河北军大斑落水 粮草马匹 仍被曹操夺回 云长自便 树旗东冲西突 正沙之间 刘玄德领三万军 随后倒 前面绍马贪支 暴雨玄德云 金帆又是 红面常然地 斩了文丑 玄德慌忙 种马来看 可呵望见一簇人马 往来如飞 旗上写著 汉寿亭后 关云长七字 玄德暗写天帝约 原来吴帝果然在曹操处 御带招呼相见 被曹兵大队拥来 只得收兵回去 袁绍接应至关渡 下定寨斩 郭图 沈沛 入见袁绍 说 金帆又是 关某杀了文丑 刘备扬推不知 袁绍大怒 马约 大耳贼言敢如此 烧请 玄德智 烧令推出斩之 玄德约 某有何罪 邵曰 尼姑时 汝帝又坏我 一员大将 如何无罪 玄德约 容身一言而死 曹操夙即背 今之背在民宫处 恐背助攻 故特使云长 诛杀二将 攻之必怒 此借攻之手 以杀刘备言 愿民宫思之 袁绍曰 玄德之言誓言 如等己 是我受害贤之命 何退左右 请玄德上仗而坐 玄德谢约 和民宫宽大之恩 无可补报 遇令以心妇人 持秘书去见云长 使之刘备消息 笔笔星夜来到 辅佐民宫 共助曹操 以报炎梁 闻丑之仇 若何 袁绍大喜约 无得云长 圣炎两 文筹石被掩 玄德修下书闸 未有人送去 少令退军舞阳 连营数十里 按兵不动 操乃使下侯敦 领兵守住 关渡爱口 自己颁师回许都 打雁重关 贺云长之功 因为吕前约 昔日无意粮草在前者 乃尔迪之计言 为寻功达之无心耳 仲皆探服 正隐宴间 呼报汝南有黄金流皮 宫渡 甚是猖獗 曹洪累战不利 其遣兵就之 云长文言 禁约 关某院师全马之劳 破汝南贼寇 曹曰 云长建立大功 未曾中筹 许可父劳征进 宫曰 关某久闲 必生疾病 曹操壮之 点兵五万 始于禁 月禁为复将 此日便行 寻运秘尾曹曰 云长常有归流之心 躺之消息必去 不可贫义出征 曹曰 今次取功 无不负交临敌意 且说云长领兵将近汝南 炸住营寨 当夜营外 拿了两个细作人来 云长视之 内中任的一人 乃孙甘也 关公赤退左右 问干曰 公子溃散之后 一向纵迹不闻 金和为在此处 干曰 某子逃难 漂泊乳南 幸得流辟收容 金将军为何在曹操处 为石干 弥二夫人无恙否 关公因将上相事 细说一遍 敢曰 靳文玄德公在袁绍处 欲望投之 为得其变 金流 公二人归顺袁绍 相助公曹 金姓德将军到此 因特令小军引路 叫某为细作来报将军 来日二人当须败一阵 功可素颖二夫人头袁绍处 与玄德公相见 关公曰 济兄在袁绍处 吴必兴夜而亡 但恨吴斩少二将 恐今事便已 干曰 吴当先往探比虚实 再来报将军 公曰 吴见兄长一面 随万死不辞 金回许昌 便辞曹操也 当夜密送孙甘去了 此日 官公引兵出 宫都披挂出阵 官公曰 如等何故被返朝廷 都曰 如乃被主之任 何返则我 官公曰 我为何被主 都曰 刘玄德在原本出处 如却从曹操 何也 官公更不打话 拍马五刀向前 宫都便走 官公赶上 多回身告官公曰 故主之恩 不可妄言 宫当宿尽 我让汝南 官公会议 屈君掩杀 刘 公二人 杨淑 书诈败 四散去了 云长夺得诸献 安米已定 班师回许昌 曹操出国迎接 赏牢军事 言罢 云长回家 参拜二嫂于门外 甘夫人曰 叔叔两番出军 可知皇叔因信否 公达曰 未也 官公退 二夫人于门内痛哭曰 想皇叔休矣 二叔恐我 姊妹烦恼 故隐而不言 正哭间 有意随行老君 听得哭声不绝 于门外告曰 夫人休哭 主人见在河北元少处 夫人曰 汝和油之之 君曰 跟官将军出征 有人在镇上说来 夫人吉兆云长则之曰 皇叔未尝妇辱 汝金受曹操之恩 顿望旧日之意 不以实情告我 何言 官公顿手曰 胸襟尾石在河北 未敢叫嫂嫂之者 朋友泄露眼 市区缓途 不可欲诉 甘夫人曰 书于上锦 公退 循色去计 坐立不安 原来于尽探之刘 被在河北 抱于曹操 曹令张辽来探官公义 官公正闷作 张辽入贺曰 文兄在镇上之旋的音信 特来贺喜 官公曰 雇主虽在 未得一见 何喜之友 辽曰 兄与玄德交 底弟与兄交何如 公曰 我与兄 朋友之交也 我与玄德 是朋友而兄弟 兄弟而又君臣也 岂可共论乎 辽曰 金玄德在河北 凶往从否 官公曰 昔日之言 安肯备之 文远虚为我致以成相 张辽将官公之言 回告曹操 曹曰 无资有计留之 且说官公正寻思间 呼报有故人相访 即请入 却不相识 官公问曰 公何人也 答曰 某乃袁绍部下南阳陈镇也 官公大惊 急退作用 问曰 先生此来 必有所为 朕出书一间 地与官公 公事之 乃玄德书也 齐列云 被与足下 自桃源地蒙 是已同死 今和中道相为 各安断议 君比喻取功名 屠富贵 愿先被首级 已成全功 数不尽言 死待来命 官公看书壁 大哭曰 某非不欲寻凶 乃不知所在也 安肯屠富贵 而被救蒙呼 朕曰 玄德望公甚切 功继不被救蒙 一速网见 官公曰 人生天地间 无忠使者 非君子也 无来时明白 据时不可不明白 无今作书 樊公先达着兄长 如某词却曹操 奉二嫂来相见 朕曰 躺曹操不远 为之奈何 公曰 吴宁死 岂肯留于此 朕曰 公诉作回书 免之刘使君玄望 官公写书达云 且闻一不复心 终不顾死 于自有读书 粗之礼 官养较碍 做博陶之事 未尝不三态而流涕 前手下批 内无激素 外无援兵 语即笑死 乃有二嫂之众 未敢断手捐躯 赤腹所托 孤耳暂且机身 己徒后惠 尽致辱难 防之凶性 即当面词曹操 奉二嫂归 与但怀疑心 神人共路 劈肝力胆 敌处难穷 战败有期 扶为赵剑 陈镇得书自回 官公入内高之二嫂 随即至相府 拜辞曹操 操之来意 乃玄回地牌郁闷 官公样样而回 命就日跟随仁义 收拾车马 早晚伺候 吩咐宅中 所有原刺之物 进阶留下 分毫不可带去 次日再往相府辞谢 门首又挂回地牌 官公一连去了数字 皆不得见 乃往张辽家相探 欲言其事 辽意唾计不出 官公司曰 此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 我去之意绝 岂可复留 岂写书一封 此谢曹操 书略曰 宇绍是皇叔 是同生死 皇天后土 时闻思言 前者下批失手 所请三世 以蒙恩诺 金探之雇主 建在袁绍军中 悔思昔日之蒙 弃容违背 行恩虽厚 就亦难忘 姿特奉书告辞 福为赵查 岂有余恩未报 愿以其之一日 写避封雇 开人去相府投地 一面将累次所述金银 依依封至库中 悬汉寿亭依堂上 请二夫人上车 官公上吃兔马 手提青龙刀 率领就日跟随仁义 护送车账 进出北门 门利挡之 官公怒目横刀 大贺一声 门利皆退彼 官公挤出门 为从者曰 如等护送车账先行 但有追赶者 无自当志 勿得惊动二位夫人 从者推车 望官到进发 却说曹操正论 官公之事未定 左右报官公成书 曹吉看壁 大惊曰 晕长俱矣 忽北门首将飞报 官公夺门而去 车账还马二十余人 接望北行 又官公宅中人来报说 官公进封所赐金银等物 美女十人 令军内侍 其汉寿亭侯印悬于堂上 丞相所拨人意 皆不带去 只带员跟从人 及随身行礼 出北门去了 众将恶然 一将挺身出约 某院将铁骑三肩 去生擒官某 献于丞相 众是之 乃将军蔡阳也 正是 玉离万丈 蛟龙穴 又遇三千狼虎兵 猜羊要赶官公 毕竟如何 且听夏文分解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 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 主要目的是 让盲人或市长人士 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 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 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舆论 赶紧你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支持这个系列吧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 请不要吝啬的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 和给我一个大木钩 请不吝啬